台湾台东县笼罩在一片悲伤的阴影中 一道看似平常的传统美食 锅牛粽竟然夺走了三条人命 还有九人正在与死神搏斗 这不是一期普通的食物中毒事件 症状发作的速度和严重程度都令人震惊 连专家都对如此高的死亡率感到困惑 金色优美的金峰乡农村社区 现在沉浸在震惊之中 这些致命的锅牛粽是由一位流行老妇人亲手制作的 而她不幸成为了第一位受害者 所有发病的人都吃过这种粽子 粽子的成分包括锅牛、猪肉、猪笋和小米粉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哪种成分含有致命毒素 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中 这些锅牛粽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尤其是在节日期间 流浪太太以她的手艺闻名 许多人特地来到她家购买这些美味的粽子 然而 这次的悲剧让整个社区陷入了恐慌 当地政府已经介入 并且正在进行全面的调查 他们正检查所有可能的污染源 包括锅牛的来源 猪肉的供应商以及猪笋的种植地 专家们也在分析小米粉的成分 以确定是否有任何有害物质混入其中 当地居民现在对食物安全充满了疑虑 许多人开始避免购买和食用锅牛粽 这次事件也引发了对传统食品制作过程的重新审视 专家们呼吁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确保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 目前 所有相关的蝸牛总已经被下架 并且进行了全面的回收 当地政府也在积极向受害者家属提供帮助 并且加强了对社区的心理辅导 这次的蝸牛总悲剧给台东县带来了深刻的教训 社区的团结和互助精神在这个困难时刻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悲伤笼罩着这个美丽的地方 但人们相信通过共同努力 他们一定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充建家园 症状发作迅速是这起悲剧的关键 吃了蝸牛粽的人病情迅速恶化 这表明毒素非常强烈 症状包括分泌物过多 心跳减慢和呼吸困难 这些都与某些类型的农药中毒相符 然而如此快速发作却很不寻常 著名的毒物学家杨振昌医生表达了他的担忧 他指出在类似案例中很少见到这么高的死亡率 调查的重点是确认具体的毒素 受害者迅速死亡 说明毒物浓度很高 毒物来源仍然是个谜 调查对于防止悲剧再次发生至关重要 台湾食品药物管理署和疾病管制署正在全力调查 他们已经收集了蝸牛粽和关键成分的样本 目前有五种可能的毒物正在调查中 包括蝸牛本身 血桶叶 曼陀罗 灭锅剂和有机灵农药 食药署预计两天内会有初步的农药检验结果 完整结果预计在一周内出炉 现在必须尽快找出污染源 确定真正的原因非常重要 这项资讯将有助于治疗幸存的患者 并有助于防止未来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有机灵和氨基甲酸子类农药是目前最主要的怀疑对象 它们的毒性作用与受害者的症状相似 然而死亡率却异常的高 虽然也考虑了氢化物中毒的可能性 但几率较低 在台湾 氢化物和锅牛之间并没有一致的关联 氢化物中毒通常与非法捕育活动有关 灭锅剂也是另一种可能性 过去在该地区的原住民社区曾发生过灭锅剂中毒的案例 但死亡率通常较低 调查人在持续 探索所有可能性 目前还需要确定具体的毒素浓度以及来源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第五部分追溯源头 卫生单位全力追查 调查是多方面的 当局正在检查 蜗牛种制作的整个过程 包括食材来源 制作方法和储存方式 蜗牛是特别关注的焦点 这些蜗牛是野生捕捉的 还是养殖的 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 这些问题对于了解潜在的污染途径至关重要 其他成分也正在接受检查 猪肉、竹笋或小米粉是否可能受到污染 所有可能性都在调查中 卫生单位正在全力以赴 他们的仔细调查对于解开这个悲剧之谜 至关重要 社区正在等待答案 第六部分 涟漪效应 社区影响和公共卫生问题 这起悲剧震惊了金峰香社区 生命的失去令人深感悲痛 这起事件也削弱了人们对当地事物来源的信任 影响范围超出了受害者本身 整个社区都笼罩在恐惧和不确定之中 这起事件凸显了食品安全意识的重要性 公共卫生官员正在努力解决社区的疑虑 他们正在提供有关食品安全措施的资讯 也未受影响的人提供心理辅导服务 这起事件严肃地提醒我们食品系统的脆弱性 并强调需要保持警惕和采取积极措施来预防未来的疫情爆发 这场悲剧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损失 更是整个社区的创伤 社区成员聚集在一起 互相支持 试图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 他们举行了多次集会和纪念活动 点燃蜡烛 祈祷逝者安息 这些活动不仅是为了悼念逝者 也是为了提醒大家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当地政府和非盈利组织也加入了这场行动 提供资源和支持 帮助社区重建信心 他们分发了有关食品安全的宣传材料 并举办了多场讲座 教育公众如何识别和避免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 这起事件让我们深刻认识到 食品安全不仅仅是个人责任 更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确保每一个人都能享有安全 健康的食品 第七部分 汲取教训 预防未来悲剧的发生 这起悲剧凸显了安全食品处理方法的重要性 仔细选择和准备食材至关重要 彻底清洗农产品非常重要 这有助于去除农药残留和其他污染物 正确储存食物对于防止细菌滋生也至关重要 使用农药时 必须严格遵守说明 物用可能导致危险程度的污染 应该始终穿戴防护装备 公共意识宣导活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教育大众有关食品安全风险 可以让个人有能力保护自己 第八部分 比较和观点 类似事件和结果 虽然台东事件的严重程度是独一无二的 但它也与其他食物中毒事件有所呼应 这些事件凸显了持续保持警惕的必要性 2018年日本发生了一起与受污染鸡蛋相关的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 影响了数千人 这起事件凸显了食品供应链中可追溯性的重要性 2011年美国也发生了一起哈密瓜污染事件 这起事件凸显了在大型农业经营中控制污染的挑战 这些事件虽然具体情况各不相同 但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强调了建立健全的食品安全系统 和有效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必要性 例如 在2018年日本的事件中 受污染的鸡蛋导致了数千人患病 这起事件不仅影响了消费者 还对整个食品供应链造成了巨大压力 从农场到餐桌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更加严格的监管和检查 以确保食品的安全性 这次事件也促使日本政府加强了对食品生产和分销的监管 并推动了更严格的食品安全发挥 同样 在2011年美国的哈密瓜污染事件中 数百人患病 甚至导致了数十人死亡 这起事件暴露了大型农业经营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特别是在控制污染方面的挑战 美国政府随后也加强了对农产品的检查和监管 并推动了更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 这些事件 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背景下 但他们都强调了一个共同的主题 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无论是小型农场还是大型农业经营 无论是本地市场还是国际供应链 食品安全都是一个需要全球共同努力的问题 只有通过建立健全的食品安全系统和有效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我们才能确保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安全和健康的食品 第九部分 关注食品安全 呼吁提高警觉 台东蝗牛纵悲剧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它提醒我们 食品安全不能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需要持续保持警惕 从农场到餐桌 食品供应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仔细监控 这需要政府机构 食品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合作 加强食品安全法规至关重要 定期检查和严格测试有助于识别和降低风险 可追溯系统可以帮助查明污染源 最终 食品安全是共同的责任 透过共同努力 我们可以将未来发生此类悲剧的风险降到最低 我们有责任为自己和我们的社区将食品安全